總統大選倒數三天 高端合約還是封存 看不到真相 立委質疑政府採購高端 連絕標公告都沒有 各匯陳建仁多次否認 口氣惡劣怒強立委 裁判立委在說謊 陳建仁隨後就被警官署打臉 說的確因為涉及商業機密 所以高端確實沒有絕標公告 網友就炮轟 看看隔回陳建仁 議政辭言正眼說下話的樣子 實在有夠扯 去當隔回唯一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保護高端 因為當初的高端的廣告 就是陳建仁出來第一個做的 然後他還去做那個對照組 蔡政府堅持說高端合約是商業機密不公開 還說這是國際通例 但看來瑞士歐盟 疫苗合約都直接上網公告 法務部106年的解釋韓中 甚至提到 疫苗合約涉及公共利益 是可以被要求公開的 網友就嘲諷 設計高端還有什麼不是秘密 而各界也嘲諷 民進黨車上到底還在了哪些人 車子上就載這三種人 他一個人 歪一個人 敵一個人 東東的行政院長 你真的是睜眼說下話 不要忘了民進黨是疫情的指揮官 地方在前線守護人民的生命健康 你忘了嗎 你說這個話 你敢不怕死 當高端做40億的政府生意 政府卻連絕標公告都不發 再看一次 哥虧還倒過來偷罵立委說謊的表情 這就是蔡總統的頭號愛將 這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記得先鴻如去過好 HM小組台北新聞報導